哈哈哈哈 人家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我是胖猴子 老铁们今天准备了点不一样的食材 来你们看看 孔雀老铁们 盘子 这个孔雀是我从网上买的 这是人工饲养的 人工饲养的孔雀是可以吃的 然后 具体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 咱们一会儿坐出来看了 但是 我对它其实挺期待的 但是它没什么肉的很瘦 废话不多说走 咱们把蘑菇清洗一下 孔雀冷水下锅 开火 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料酒去腥 焯火水以后 咱们把鸡肉捞出 清洗干净 起锅 烧油 油热后加入葱姜 八角香叶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加入葱姜 炒出香味以后 加入葱姜 加蚝油 蒸葱 加水 加盐 然后下入蘑菇 炒出香味 开锅以后 转成小火 炖上二十分钟 老姐们 咱们已经炖了二十分钟了 下上提前泡好的梗条 然后咱们再炖上十分钟 炖火喽 好老姐们 现在做好了 孔雀炖蘑菇 咱们配上点小米饭 车哥 你拿快去 哎呀 你拿了没 我拿筹 孔雀 啊 孔雀 再说一遍 什么玩意儿 孔雀 孔雀炖蘑菇 嗯 你知道你最大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知道 静准两个人说好话 说瞎话 那眉口孔雀在他放出来的 你还孔雀 这 这是孔雀爪啊 嗯 你咋孔雀爪长这个样子啊 说回来你吃过似的 我到时候我见过呀 我还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虎 那小鸡也是 我我我我我 没舍得咋 下午去走 哈哈 买了小鸡是我炖了 买了小鸡是吗 我还很劝 你看这个小鸡的蘑菇 今天这个味道 稍微有点淡了 你吃得很淡吗 嗯 我吃得好 有点汤 大米淡 快吃会儿蘑菇 嗯 行吗 蘑菇的味道正好 这味里面 嗯 整条的好东西啊 放少了不点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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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东西好东西 嗯 哇 喝喝肉 你说孔雀那么可爱 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谁演的那个电影啊 那个兔子 兔兔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兔兔啊 哈哈 嗯 哈哈哈哈 可以咬到啊 嗯 会啥啊 把汤汤咬着 过了过了一段时间 你回到家 好像弄我家 行了 好吃的多吃点 好吃不好吃 看我平时 吃的 问我那床肉啊 啊 哎呀 吃点 你扔过你 哎呀 豆汤 有有有这样吃的没 哎 我还在这呢 哎哎 这有点不像话了啊 哎呀 还是粉条放少了 哎 你吃你吃你张哥我让你 我吃肉 我吃蘑菇 嗯 所以讲是吧 是 嗯 嗯 包括我过来吃粉串 哎 吃这也不 也不给粉串上好吗 是 这样像是 嗯 老姐们 确实 挺可爱的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也 也什么 嗯 也不是很好吃据说 然后咱们呢 嗯 嗯 确实是不忍心 所以说 大伙也看到了 确实在这活着呢 我们吃的并不是 是红圈 我们只是载了一只小鸡 所以说老姐们放心 猴子 还没有那种丧心病狂 行了 老姐们 嗯 这个小鸡炖模糊会做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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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 一起转发 别人关注哦 再见 畜生